前門 應該可以開到兩輛車 大間屋 外場的情況都好 這裡有一個側門 可以進去 那裡有一個走廊 好像宇宙房間 進來這裡 這個位置挺大 可以放到鞋櫃 木地板 剛才跟業主聊了 這兩天 這個星期才放上網 就已經有25個人來看這間屋 今早就收到兩個付款 由手邊進去第一間 這間就是客廳 客廳 這間屋子 可以放下 這間屋子 可以放下 這間屋子 可以放下 可以放下 好 好 對不起 然後呢 進來這裡就是廚房 樓梯下面有少少 存放的位置 做了 對 飯廳這裡 現在放這張六人桌 其實放八人桌 也是夠位的完全 對 對 也是地板 現在就是電路來的 就是燃機 這裡有一個雪櫃 那外面的 那外面的 儲物房 也有一個雪櫃 我應該說 他說有個洗碗機 等等 有個洗碗機 在這裡 等一下要問一下 那它的煮盤在這裡 對 是 對 你不知道 兩次 二次 兩次 你直接放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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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藏在這裡 是藏在這裡 對 對 好 好 那後面這裡有個箱門 是可以出回家園那裡 這裡其實還有很多位 可以放東西 很漂亮 我想如果是我 我會在這邊 放一個櫃 然後餐桌 放到這邊 這裡 看看 這裡也很夠大 OK 那另外一條表 會拍到樓上 我現在就在 樓上 樓上 這裡可以上屁 那兒 那裡 但今天就 沒有放過樓下來了 就上不去 上樓梯左邊的第一間房間就是洗手間 剛才已經看過一段時間了 屁股那些也沒問題 是保留得非常OK的 這個地板應該不是純木地板 但你看到它有點刮花了 這裏我猜是因為洗澡的位置 所以這裏應該之前有濕過水 所以顏色有點不一樣 還有這裏有兩塊磚是裂掉的 除此之外其他都保留得很好 可以保留得很好 這間房間就是最大的尺寸 現在的房子就是做充電房 這裏可以放到雙人床 放到兩邊床頭櫃都還有位置 其實這間房子放到金尺寸都可以放到的 那個床 現在這個是標準雙人床 這裏有一個位置 可以放到衣櫃或書櫃都可以 這裏有少少拋了出來 這個不太大問題 剛才我看完它的花園 花園是超大 它很長 而且你看到旁邊的房子 這邊這間 突出了出來 然後旁邊這間也突出了出來 所以其實你很有可能 可以延伸到 後面灰色PATIO這個位置 再延伸出去那個廚房 還有它說那邊灰色PATIO這間 他就做了一個Loft的三樓 對 所以你也可以考慮 三樓再加多間房 但其實現在的狀態這麼好 你也可以直接來收租 好 那我們來看看下一間房 那現在它就拿來做書人房 這間 位置都很舊 這間 這裡有一條烈痕 這裡有一條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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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小時候不小心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如果看到有裂痕超過5mm 那就要留意一下 但這個也是比較幼的物質 接著到next door 最小的房間 現在是做BB房 其實這間可以做書房也可以 他說可以放在單人床 但具體還是要看樓房 看看有多長是否可以放到單人床 窗邊那邊有一點 有一點爆裂痕 但這些補補都不要緊 天花 它之前應該是吊的東西 有一個洞 現在放了衣櫃 這個衣櫃也挺深的 其實單人床可能這樣放 那個方向可能放得好一點 就是這樣在樓上 花園 其實花園是很大的 我覺得它這個花園 你看到它可以放到整套外面的衣櫃 但還有很多位置 這個就是後面的車房 但是車房 它現在也不會做車房 都是用來擺雜物 它是到這個 即是屋的範圍 到後面的範圍 就是這個位置 你看到這裡還有很多很多位置 一直來到這裡 這裡又到門 可以到後門出去 會有另一段影片 會有另一段影片 就是在迎候門那裡 是這裡 是暗示範圍的 可以到前面 可以到前面 瞬間 可以到前面 沒有 到前面 有便當一下 是 有便當餘 可以到處 右邊是洗手間和宇宙房間 這裡全是密封的 有道側門可以到前面出去 其實這裡用來浪沙馬 放單車 這裡有Turbo Drive的位置 還有洗耳機位 Extra Storage 這個位置不能開 這裡也放了雪櫃 有電製位 有水後位 另外還有一個下樓的洗手間 那些氣氛也保持得很好 然後這裡有道門進去廚房 兩道門 但是我想他平時也不用了 放了垃圾桶在這裡 這道門也不會用 這個是後門那裡 這裡有一條路 它有一個廚房 但是應該也不會駕進來 這裡也沒有人駕進來 他說 因為前門其實都可以駕到兩輛車 就等於這裡有多個士多房 這裡你看到生了草 都不會有車會駕進來 甚至大家的廚房都在後面 那我去前面看看 我去前面看看 全部都是大家的後院 這個位其實是夠闊 不過我看這條路 就應該很久沒有人駕過 如果有一段時間 我去前面看看 比誰呢 Gilbert 快攏 感谢观看